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香港今日受到驟遇影響 首先和大家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 可以見到北部灣這邊有個厚實的雲團 其實它是較早前影響我們的熱帶風暴貝壁加 預計貝壁加會繼續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動 橫過北部灣 大家看看近一點 今天在沿岸地區仍然有不少對流發展 最新的雷達圖像裏面 都可以見到今早早有不少雨區由南面邀近香港 預計今日香港間中都會受到驟遇影響 大家今早出門後都記得繼續要帶傘 雨量方面由午夜到現時為止 香港很多地方都錄到超過五毫米雨量 至於氣溫 去到今早六點鐘為止 各區的最低氣溫是介乎二十六至二十八度 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是大致多雲 間中有驟遇及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日間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三十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南至東南風 去到展望 預計香港未來兩三日都繼續會受到驟雨的影響 要去到週末期間的時候 我們才會見多點陽光 這節的天氣報告到這裡 再見